在许多言情小说中,总会出现一些富家少爷或者是富家小姐的描写,他们衣着华丽又时尚,续致优雅颜值也高,如果再有一个兄弟或者是姐妹,就可以称得上是豪门姐弟了。 当然这样的情况,在小说或者电视剧中可能会有,在现实中见到的并不多,一般只是网友们的想象罢了,不过,大家并不能低估了网友的想象力和联想能力,娱乐圈总会举办各种的晚会活动,这个时候,众多明星都是盛装出席,看到长得非常帅气的男明星,跟气质非常好,颜值也高,但是年龄偏大一点的女明星同况的时候,很多网友就会自发地给他们组成豪门姐弟。 之前,王俊凯和佟丽雅一起出席某活动的时候,小凯出于绅士,一直单手扶着丽雅姐,当时一身黑色西装的王俊凯,跟一身素颜色鞋尖礼服的佟丽雅一起走红毯。 王一博和赵丽颖,同样也被大家称为豪门姐弟,两人本来就合作了电视剧有匪,彼此之间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,在各大晚会或者是领奖台上,他们经常会撞到一起。 之前,赵丽颖和王一博在参加某活动的时候,站在领奖台上的画面被拍了下来,两人虽然都只是看着前方,没有太多的交流,但彼此之间总感觉有种默契。 大家发现,王家尔两人虽然没有什么交流,但是都是那种鼻梁高挺,侧颜非常好看的,也算是姐弟了。 张小斐和王家尔明明没有什么交集,都能够看着气场非常的符合,也是让人非常佩服了。